中外野 哇 這一球被扛起來 在中外野方向 在中外野 在中外野 Jump 但是上去了 哇 掉下來 掉下來喔 掉下來喔 所以 打在黃線上又往下掉 看起來沒有 第一時間乍看是沒有彈出去喔 但是一定會檢視啦 會 會檢視 一定會檢視 哇 三號圍在這裡等到最後一刻 還落到場內喔 哇 這還是很少看到耶 很少 打在拳打最上遠的位置 通常就是直接過牆 往外彈的嘛 所以會檢視 需要 哇 很少見 過去有這樣的場面 比較 我的印象比較常發生 在台南球場 球在黃線上面 跳了一下之後 沒有往外彈 而是往上彈 對 然後呢 又掉了下來 對 對 深浩爾一直跟到最後喔 把球掌握住 再趕快回傳 但是彈上去之後的下一個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了 這是第一個落點 在黃線上 然後接下來呢 還是留在黃線上 哎呦 兩次黃線彈跳 對 對 所以在黃線上做了兩次的彈跳 對 所以這還蠻少見的喔 很少見 因為黃線那個寬度其實也不是很寬 窄窄的 對 所以你說在那個落點要跳兩次 哇 真的是憨氣咧 第二個彈跳還是在黃線上 對 都把球留在黃線上 哇 神射遠是看了很久喔 嗯 哇 給判拳A打 怎麼可能 哇 對 對對 怎麼會是拳A打呢 他沒有出大牆喔 不確定這個 真的不知道 拳A打的 定義 對 這個 不理解 不理解 對 所以從豐哥的手勢上 他不斷地在那邊比說 那是兩次彈跳嘛 嗯 兩次彈跳在護墊上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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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剛剛我也是照自己的經驗喔 過去在球場上有這種打到全力打 直接直上直下掉回場內 我自己的經驗是比賽進行中 對啊 我的感覺是比賽進行中 結果 因為球也沒有停 因為球不是撞到水泥地上 就是牆 大牆外的水泥地上 不是這樣的 對 是在牆上面彈跳 完全可以理解豐哥的 不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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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他的手勢他在那邊比 就是在上面跳啊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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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 又被趕出場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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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鏡頭這麼明顯的在黃線上的兩次彈跳 除非審判委員他們有他們的認定 說兩次彈跳的第二次彈跳是全能打 要不然的話 這麼明顯的拍攝 這麼明顯的我們鏡頭的捕捉 我們也都看到了 看到的大家都是同一個畫面 為什麼會有一個畫面不同解讀呢 對 我真的不清楚是怎麼解讀這一顆球的 對 一次彈跳在黃線上 然後二次彈跳 對 還是在黃線上啊 對啊 他沒有 沒有放過大牆 沒有放過大牆 越轉越下一跳有這個決定 所以 因為那個慢動作重播 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啊 下一步 裁判可能會拿麥克風來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呢就是 判決是 板冠炮 然後 風哥被驅逐出場 證明 風哥還是希望全員回到場上 與